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王一博每一次出来,都能给到惊喜,永远可以信任他。 昨天补了街舞三,看到一个现象很有意思。两对水舞台,两轮同样都是票差大,同样的是落到张一星头上弹幕全是内涵,明里暗里骂。到了王家耳头上全是夸的,给我看得哭笑不得。我也不知道两波是不是同一属性的人,反正给我的观感是张一星十惨。 当时还以为是舞步的设计问题,就觉得王一博的脚步滑不开。我是外行人,只能看出这点,一星脚步上比较轻盈。 王一博学的演系统对街舞看出来也很喜欢,但是一星以前跳边舞很少接触锁舞是硬伤,但是如果想学,什么时候都不会玩。希望他可以继续发展自己,越来越好。 节目刚开头,弹幕全是刷王一博的,其他队长出了,弹幕大部分刷的还是王一博,观感数十差,一点不尊重别人。 这是我第一次看个综艺节目需要开弹幕屏蔽的,屏蔽完了王一博弹幕就舒服很多。 张一星的队友是locking界的殿堂级舞者,谁和他在一起跳都会逊色,换了王一博也是一样。 况且之前他们从未在一起跳过舞,既然是双人组肯定讲配合,叶音和王一博之前就合作过,只能说王一博和叶音的水平相差没有那么大,配合更好,并不能用这个理由来踩张一星的舞蹈不行。 叶音和一博身上都有一种简单,纯粹,极致热爱,跳舞就享受跳舞,没有太多压力,反而能展现放客的那种轻松快乐感。 面对街舞四这么多冠军大神,都是抱着学习交流开心的想法。 一博在里面能学到新招,能得到大神指点,他玩得开心,粉丝就开心了。 张一星相对而言有些过于紧张了,哥哥确实是殿堂级大神,其实Z粉丝完全不需要一边口里说不在意输赢,找各种理由内涵别人。